这是真实记录2005年武汉某看守所女死囚犯蓝某被押出监舍的画面 画面真实地记录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到底是怎样度过的 画面中的这个小屋就是她生命中最后待着的房间 此时看守所里的民警正在帮助蓝某收拾她的衣物 因为在执行死刑后 这些依附民警将交付给她的家人或亲属 因为故意杀人被起诉的蓝某最终被判处死刑 而大多被判处死刑的女囚们 多是因为贩毒或者杀人 在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晚 蓝某是无法入睡的 她只能回忆着自己过往的人生 脑海里闪现的也是曾经的家人或过往的事 而为了防止蓝某做出过激的事情 看守所里的民警则需要整夜地陪她 以来分散死全民的注意力 而这些民警也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在这个房间 他们已经送走了好几名的死刑犯 其中有些犯人因为精神压力过大 甚至会出现一夜白头的情况 可见人在面临自己死亡时的心情是有多么的绝望 2005年的4月22日清晨 死修蓝某即将要被执行死刑 这是看守所里的民警 为她换上了家属准备的新衣服 然后她吃上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餐肉丝鸡蛋面 在吃完面条后 她就要被法院的工作人员带走 而在被法警带走的时候 蓝某还在不停地向后张网 因为自己的冲动和过失 犯下故意杀人罪的她 生命也即将迎来最后的倒计时 在与看守所的民警告别后 蓝某踏上了前往直行场的车 她的生命也在这场旅途中 迎来最后的终点 真是可怜又可悲啊